大家好,歡迎來到希望之星財經觀察站 我是主場石頭 今天邀請到的嘉賓是海洛外的著名經濟專家 黃俊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們這幾期都可以這麼說 在聚焦中國大陸的經濟和中美之間的關係 現在看到了,中共經常說是向全球開若荒 現在開來開去,自己的經濟遇到相當大的困難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上星期也提到華爾街和西方國家方面 差不多是放水的 但是一手好牌都是被有人打爛了 越打越緊張,越打越沒錢 現在的情況就到了非常重要的關口 就是全球的通脹又在通脹 經濟危機基本上是同步進行 大家看到了李克強去深圳 深圳,他先去北大河會議後 趕快去深圳,說要找經濟之類的 說了一大輪 但是似乎清零政策還沒停過 所以其實全國各地,現在有很多省市 都在,久不久都會封城 正如有些人說,在吃火鍋 一刻吃就開始封城了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其實今星期發生了三件很大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尤其是今天看到了聯合國人權專員 在他卸任前的13分鐘 即是8月13日完結之前的13分鐘 他發表了一個指中共可能對維吾爾人權 犯下了反人類罪 另一個就是關於中國股審議 達成了協議這件事 還有一個就是今天看到了 美國又限制了這些芯片 包括AI在內的芯片 去中國大陸 為什麼現在才限制呢?很奇怪 先說一下高級人權專員 發佈這個報告 因為他是卸任前的13分鐘 其實是非常敏的 亦都是給別人理解 會不會他因為受到強大的壓力 然後在最後增加自己的某些人性 可能他才會發表這個報告 我不知道 但是他發佈這個報告 在經濟上 因為我們這是經濟的節目 在經濟方面 或者在金融方面 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黃先生 是 內容方面 應該有其他節目來討論 我們討論一下 最主要是一個問題 就是他出台之後 對兩個關係和經濟方面的影響 我們今天都很認真去到處找一下 目前被判反人類罪 有一個叫做危害人類安全罪 這兩個中文是認名的問題 實際上是聯合國這方面的規定 法律法規 其實都有點模糊 這件事是很無限的 所以我看回 本來看見很多媒體都很歡呼 我看見很多人權組織 以及其他有關注人權的專家 都看見好像比較負面的評價 我認為 第一個就是 他是四任前13分鐘出來的 如果他是四任前三個月都好 他都可以推行一些相應的措施 最關鍵的一個就是 你可能是犯人類罪可能 第一個就是 就算他可能或是犯也好 你有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 這個你要具體去做的 即是說定你有罪 果然是在整個聯合國的框架裏 那些制裁 你看回原文大家可以上網 控圓運 應該怎樣做 然後就著情進行一個制裁 這些是很虛的詞 即是很虛的 他其實呢 他最後那裡 只得關注 你剛才說得對 就是他其實是把這個球 踢到聯合國和西方國家 沒錯 即是說聯合國 你應該聯合國和西方國家 對這件事關注 其實就是這個 他的球踢下去 他沒有任何關注 然後他最強烈的就是 他就要求現在馬上釋放 這些新疆集中營入面 即是有機壓的這些新疆人 另外通知家屬他有什麼情況 其實嚴格說 即是反外人用邏輯來想 我捉住這些小孩 即是如果是打他這樣 你放他出來 即是對你自己也安全也有影響 他怎麼可能這樣做呢 所以這個呼籲是 即是只要沒有強而有力的外力夾 這些所謂呼籲會用的 所以為什麼需要和維和部隊呢 不是需要維和專員呢 你去談可以維和 就不用維和部隊了 而且維和部隊有時候 好像之前藍斯拉夫也好 其他也好 有時候聯合國出台 未必真的可以解決到 都是西方國家自己再組隊去搞的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他沒有後續的措施 比較虛 當然實際上來說 實際上一件事 我們看回是 不要高估它的影響 但也不要低估它 一些組織或者國家 去借提材 去發揮一些具體的 即是我們說借提發揮 例如美國參議員的路比奧 很積極的 經常都利用一些提材去發揮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性比較大 金融方面 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有可能 具體國家立法 是不是對於北京的 我們說的 黨政官員 和在海外的代理人 代理人 我們是孔子學院 或者我們隔壁 某部 或者是星島 美國是各個代理人 對 代理人 這個資產 就是盡量查封 或者凍結 這個是看國家立法 如果是真的 如果按照聯合國的倡議 或者是人權主要的倡議 應該說 你要適當採取什麼措施 去制裁這些行為發生 你應該就是這樣制裁 但是否具體不清楚 就看看 亨特拜登有沒有 有否計興 都不清楚 好了 迷往來方面 這就涉及到行業問題 這有可能是會陸續出台的 第一個我們剛才說的 之前有說的 新疆門花多政規的限制 我想這件事會越來越嚴格 第一樣就是之前的新疆棉花 大家知道 要求你自己證明自己的新疆棉花 不是 棉花滅製品 是否含有新疆棉花 有否強勁勞動 這個現在是美國已經在行 但因為現在這個 叫做反人類罪之下 它有一件可追索 它是一丁定序 基本上是一個可追期很長的 又可以向前追索的 所以如果是這個情況出來的話 可能以後未來 西方國家或海關 對於中國盡口的棉製品 可能就不單止 你現在有沒有用新疆棉花的問題 不過問你以前的產品 有沒有涉及到用新疆棉花 有沒有涉及到強勞動 你就要自證清白了 起碼是三至五年時間 這樣就有很多 在屋頂製造的太陽籃板要拆掉了 如果是這樣 用了算 但最終可能不行 我們講的多精規問題是這樣 當時出了一個限制法案 就是三年到五年 這個情況如果要追究之前的話 可能是你的企業 在過去有沒有參與到 因為只要定了你是反人類罪 如果你有參與過 作為支持反人類罪 就可以制裁你 這個是會整個 我們以前經常說 他拖了很久 那個多精規最明 拖了兩三年時間 如果是現在有這樣的支持 雖然沒有具體措施 但起碼是有個題材 去逼有關部門來嚴格一點 還有之前我們講的 關於美國出口技術這方面 我們會講到 有這樣的東西之後 他對一些 例如監控設備 一些迫害人權參與的企業 可能制裁就會到位一點 不止以前的 出貿部門是批准 80-90批准 都是形同虛節的批准 這是否方便 另外就是企業制裁 和個人制裁 就要看具體落實 我看了一份 目前比較公開的 就是2020年 澳洲智庫的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報告中提到 他調查了兩年時間 三年時間 就是2017年到2019年 就是三年時間 中國的所謂緩疆計劃 他調查了五年整 是八萬人 他跟蹤到八萬人 就是從新疆轉移到全國 各個工廠 總共有 我們剛剛說 去了九個省 他跟蹤了八萬個案例 是由新疆捉出來 然後就分配到 中國其他九個省的工廠 就是叫勞工 勞力的勞 我最近看了一個 叫做Inside Seeds China 大家可以在網上找到 這部片是印度人拍的 是一個紀錄片 就是走近習近平的中國 裡面有說到 勞改營 中國以前是勞改 勞改營 當然他有很多報告 我們不詳細說 大概的意思是勞改營 就是來自於以前 前蘇聯的古利格 習近平營 實際上這是習近平營的營身 後來他勞改到 現在勞動改造 目前主流認為 這就是一個 逼人權 或者反人類 侵犯人權的行為 所以勞改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但他現在說的 鑑藥營 我覺得這就涉及到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 這份報告裡面 有83個全球知名品牌 全球知名品牌 裡面是不少美國企業 根據剛才我們講的 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發現 有23間 小工廠也不說 23間大工廠 全球知名品牌工廠 是接收過這些 由新疆出去的勞動力 其中就調查了9個省份 這個是有名有姓的 報告裡面 83間企業裡 其中美國品牌有三間 點名的 其實很多間都沒有點名的 甚至Nike 蘋果 還有打耳電腦 最有名的這些公司 另外國內品牌有 就是小米華為中興 這些東西根本連港都不用說 肯定有 小米都在外國賣得不錯 澳大利亞戰略研究中心說 這些中國和外國公司 可能在 他都留在餘地 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參與侵犯人員行為 呼籲公司 立即做人調查 好了 你要記住這個區別 出了報告和不出報告的區別就是 未出報告時 你可我不清楚 因為中國說這些是水靠肉 出了報告之後 他反人類罪的話 你就不會不知道 你不知道 人家不能上網 你的事 這個已經是 Nike不能上網 你自己不要做了 蘋果不能上網 你看不到這些都沒有說 應該說他不用上網 有些人其他都會自己發行過去 或者他會在門口吵 所以說這些企業 可能就會馬上進行清潔和割裂 會否足夠回到以前過去的東西 當然你會說不知道 這問題可能會割裂 這對他們本身來說 就是有影響 外國的品牌 但最主要影響比較多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小米、華為、中興這些 涉及到這些 接收過這些 這些是有百萬個人的 這部分可能是技術 例如你將技術 或者你賣給這些公司 涉嫌這些公司 本身來說 你就會支持他 繼續請新疆勞動去工作 因為你給技術給他 他就會生產 生產這些人就特別勞動 這就可以作為一個理由 對技術出口 或者產品進口限制 例如不允許小米的電器 或者電話 各方面的設備 例如印度已經停了 印度很多時候都杯葛中國 這些產品 就是這個原因 連小米的獎項都凍結了 沒錯 這些報告可能 我看一會 會倒逼這些國外企業 進行過列 對這些名單出現的 中國企業來說 可能是 你有關聯的 賣東西給他們 可能就會很謹慎 因為他隨時給這些人 做些事 當然最主要是 每個國家自己訂立的法律 看美國自己 我想 調查一下 加上 Hunter又再 討論一下 可能都拖到明年 才會有方案出來 大家都留意這些公司 或者企業 還有 之前我們說過 美國聯邦退休基金 都還在加持 其實就是這些公司 所以這個報告出來 應該說幾個打鍊 當然 我們目前看這個情況 最關鍵的是 各個國家對這個報告 最後認可是怎樣 有沒有一個 共識 首先說悲觀方面 悲觀方面來說 一句是 你所說的 13分鐘之前離開了 下一手接手人 其實很多時候 他不願意去承接政治遺產 我接到這份報告之後 我執行下去 下一任的人權高專 公奴是上手的 又與他無關 他很不著手 明白 這是很人性化的事情 應該說 執行上是很困難的 但也有好處 好處就是 剛好有俄國戰爭 俄國戰爭 我們看到現在就是 因為俄斯在烏克蘭犯 一些反人類罪 戰爭罪 也是提醒到議程上輸 就算今年俄國戰爭不結束 也很遲早會有結束一天 結束完之後 又開始計算 計算 這些有案例 可以作為一個 執行到大國 如何操作 俄斯這次 西方算是比較團結 雖然我們看到 他也是半真半假 我們都以為他停了氣 停了人 不是的 但也算是有些行動 最起碼 你剛才說的 現在出了一個報告 可以說是聯合國人權方面 出的報告 是比較歷史性的 因為長期以來 聯合國是一個非常臃腫的機構 其實要出的報告 已經是相當困難 今時今日出的報告 已經算慶幸 可以這樣說 剛才說的 一件事 最起碼現在近期 造成一種壓力 這是有可能的 只能說 造成一種壓力 這是首先起的作用 至於後來怎樣 我們真的要觀察一下 才行 剛才說的 聯合國人權報告 最終出來了 都會有些影響 後續我們會跟進 今天另外一個話題 在8月26日的時候 其實中美之間簽署了 他們在股市方面 簽署了一個審計合作協議 8月26日簽署了 但是接著就看到了 在9月後的時候 中共出了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評估辦法 叫做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這個數據安全評估辦法 是什麼呢 是說所有的數據 是要經過他們 審核之後才會出境 因為在8月26日簽署了這個協議之後 其實美方說 他們可以單獨來評估 這樣的審議 每一間公司在香港 但是現在出了9月1日的 中國大陸出了這個評估 其實基本上 比石頭的理解 其實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要把數據分成兩個 一個是真實的 一個是假的比例 真的假的意思 我們看看黃先生有什麼看法 今天我們的主題 就是中國和北京之間 北京和華盛頓之間 既鬥爭的合作 這種狀態 其實我們看到的變化很大 因為特朗普之前是最明顯的 基本上西方 尤其是美國 對於北京是比較多 有些擁抱熊貓態度 熊貓派 熊貓派 現在慢慢我們看到 那種鬥爭合作 是越來越多 因為討論這件事 之前先說過的背景 美中金融脫勾的問題 討論是不少的 很多人說科技脫勾 金融脫勾 上市未有幾間公司 大的國企 都說要脫勾 沒錯 當時來說 我們看了基調 我看回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一個 願望一回事 大家都脫勾 但是操作方面 雙方之間 經過這麼多年時間 互相之間 你總有我總有利 或者真的要脫勾 是相當困難的事情 最近比較大 剛才你講的 有五間公司退市 我先講一講 五間公司都是國企為主 國企入面 這些嚴格說 我們講的 運作 中國認為在國企上 是國家安全問題 其實也不是國家安全 他用這個名義 其實我向你解釋一下 所謂國家安全有什麼概念 第一個 國家安全的意思是 運作 例如中石油 他賣油 140元一桶油 他賣價錢 在國內零售價 大概是5-6元人民幣 現在去到100元左右 跌了40元 他還可以賣到 10-8元一星有 貴了 如果這些東西 審計給你看 你就不小心 有人滲透出去講講 很沒面子 國內很流行 大家都知道這回事 你問是 將裡面的稅費 各方面的東西 他經常透露出來 他對社會穩定 被人打臉的穩定 他就不是這樣 第二個 更重要的是 他認為這些國企 是黨才有權去管 因為審計的意思 什麼是審計 我審計 是對你有處置權 或者審議權 他認為你可以發聲 你不是黨 你怎麼可以對國企發聲 六百姓都不可以 他是政治上很敏感的 領導這樣 逃譚不行 但你逃給他 他不行 他逃在你身上的問題 這是他專輯之間的分泌很大的問題 好了 看回這件事 所以國企的五間活躁 但不表示全部都會躁 是五間 典型國企 另外五間國企 據聞 路透社 有些人說 五間國企裡面 分紅的膨脹 想到有問題 我看到一個消息來源說 他們在上市五年 他的新報利潤是幾十億美金 但是分紅的錢 就多於他的利潤 超過十倍 一個例子 他的利潤是5年50億美金 他分紅但可能是去到五百億 亦是早期參與國企 我們所說的某某燈 某某人或合作的人 他會在裡面把錢洗白 我投資公司一元美金 他分紅給我 他分兩元 我將這筆錢就漂白了 這筆錢是我投資股權回來的 比較上市 最好 不是有中國上市 你說不清 所以他們有這種 現在五間公司 現在沒有人敢收這些錢 就回頭 不用的話我就離開 很簡單 用完就劈了 不要覺得很奇怪 但這跟斷交沒什麼關係 現在我們說回雙邊後日後日 這個協議 你覺得很對 看如何落實實行 當然在國內而言 美國也有認為 這個協議 如果能夠落實實行 是有效的減緩 他用詞很準確的減緩 是中期在美國上市的下市潮 目前有200多公司在美國上市 根據一些學會的說法 已經經過計算之後 我暫時暫同他們的意見 大概160間會受惠 第一四十多間就不見了 可能會退市 包括剛才說的五間 有些國企經不起審核 或者他真的裡面有些 像我們所說的 你別以為他裡面真的會有些 很多股東 很多複雜的東西 不過是股東 第二個問題 通過他的數據 都可以反推一些 所謂國家安全問題 看看一件事 包括國內 很多人都留意阿里巴巴 百度 京東 這些公司現在是很便宜的 美國上市現在的價錢 都是迪斯珍低的 這些公司目前未達到美國的審計標準 這些是預責牌的 大家都知道 這些是最快會在2024年責牌的 因為他有三年 還有兩年時間 我覺得特朗普的標準 現在都拖很久 當然看回現在 對於這個問題上 國手詞 我覺得這是一個 會繼續一個政治博弈的 雙方目前達成什麼 和什麼共識 第一件事 北京 北京允許華盛頓 會計審計機構前往香港 檢查在樓上市中企審計底告 我剛才說的底告 為何是香港 我先說乾坤問題 我都不明白為何會香港 我都不留意這些問題 因為他 中國是很奇怪的 我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你說他不守法嗎 真的好像不是很守法 經常很多自己都不用外法律走 但是你說他不守法嗎 有時候是很守法 他定的標準認為 中國證券方面的法律 是明確規定 審計底告等檔案 是應當存放在境內 他有法律的 他有三個法律 我知道 你平時說他不守法 我覺得也不是這樣說 他這時候很守法 他認為我的審計底告 一定要放在境內 所以這件事說 守不守法的標準 是什麼呢 就是對… 對於他自己來說 有沒有… 有沒有… 好了 下不了台了 結果為何要去香港 他這件事說 香港是很奇怪的事情 香港有一國兩制 你如果說香港不是 他就說港獨 抓你 國安法 但是他在香港也屬於境外 是啊 到現在的話 我都看到是屬於境外 但是他又是屬於中國的特區 連隔壁說他又是屬於國內 是啊 他境內和國內之間的標準 就可以… 即是很模糊 好像地帶來的 所以如果他將… 即是最有利的時候 是的 沒錯 他放在香港也不行了 他放在深圳也不行了 但是他放在香港的話 他就認為我沒有違反 之前我指定的標準 其實他為何呢 他不是真的想去遵從法律 因為他之前用這個理由來記住 我的底稿 不准放出國 你現在突然說可以放出國 不是 我後來發覺香港可以 以前沒想到 就是想不到 香港其實有屬於境… 屬於中國 但又屬於境外 但又屬於境內 這個秘方可以 三百館 他突然間會用這個東西 再下台 因為香港這個特殊性 其實澳門可以的 或者台灣可以的 但台灣又沒有股大權 他自己說有 但他又沒有人數據 他放在南海也可以的 金門島也可以的 我想他可以的 他有經濟特區的地方可以的 即是特區都不特區 他們是行政特區 香港的行政特區 所以這就是他法律之外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他放在香港 這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首先看到 疫情的關係 你去北京的話 他又不會有疫苗檢疫 這件事更麻煩 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 表示會9月份中旬 即大概一個星期之後 到香港 他們要迅速行動 今年底之前 就完成了這些中國公司 是否遵守美國法律的評估 但剛才你說9月1日 才能出現新事 就要求你要再拿出去審 就要經過他的同意批准 游會拖一下拖一下 你警察警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CIA的檔案解密 一張紙 好像A4紙 用黑筆圖 你有沒有見過這些 我經常看到這些 為何底稿這麼重要 審計底稿 是財匯報表審計期間的總匯文件 這些文件提到證據 證據可以支持他的報表意見 審計底稿 有些像我們說的原子證供 原子資料 就像畫圖的手稿一樣 打到電腦前 你自己設計是怎樣 你自己原先設計底稿 因為中國一直以國家安全 尊重安全 國家主權 更多是國家主權 因為以前最主要是 它有三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 一個是經理考驗的部分公司 任務公司 都涉及到機密方面 就是主角主權 你又不是黨組成員 你又不是政治局 你又不是權審我的東西 剛才剛才說的 中石油這些書 是正部級單位 你說這些洋人與狗 怎麼可以審我的東西 我級的級數較高 你不跪下就不行 這些是他認為 國家主權問題 所以他又會退走 所以剛才我們說的 200多間公司 可能有四五十間 這種情況 不會接受審計 直接回家 這樣就離開了 大概百多間 可能就拖拖拖拖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這件事是 有人偷爆料 不在國內說的 這件事很重要 其實中國依然 還需要美國 各國韭菜的場地 而且還需要 跟美國華爾街的 一種我們說的 Lobby Lobby 它還需要場地 因為華爾街在中國國內的運作 和它在美國是不同性質的 所以美國的運作更加 我們說的更乾淨 比較漂亮 看回來說 目前我們說回 中美雙方很奇怪 關於達成的審計協議 各自強調是完全不同的 你看美國版本 和中國版本的報導 是不一樣的 中國又說 中國又贏了 雖然看回中美雙方達成的共識 但是有關如何檢查 審計底高程序 現在雙方的增壓還很多 美國方面認為 認為他們自己有權自行選擇 其檢查和檢測公司 審計業務和潛在為的行為 而無需諮詢中國當局 而無需中國當局提供意見 但是中國就剛才你說了 中國強烈表示 必須通過中國監管部門 獲取審計底高 你不可以直接問公司拿 你經過第三方來拿 其實很奇怪 美國自己的證監會 或者監管機構 說他們自己有權 為何不在這個協議中寫明 寫明了就搞定了 你不寫明了就說 你自己認為 認什麼唯一 你寫明了就大家確認了 會搞定 中國認為是中方參與和協助下 對事務所相關人員進行審問 你要問這些公司 你必須向我參與協助 還要在旁邊 沒錯 機格強調是對等原則 這件事就各執一詞 當然就是 你審計中國公司 為何你不需要中國的關部門來保護 這個說法 美國說法 你在我上市 你用我平台來做 應該由我來監督你公司 這件事嚴格說 其實不能說 中國這樣說是發爛宅 它關於是 它是參與的 它沒有阻擋你 但執行的時候 它沒有寫得那麼小 反正各種理由 你講一講話的時候 又在那裡放屁 又搞震 又砸出水 又弄壞你的電腦 反正它會賠錢給你 爛了五千 反正它有很多方法 令你整股 令你慢下來 但是你很難說 在這個協議裡面 明確規定 規定你不准離我幾個米 你一定要這個中方協議 你必須離我兩米 不然你潑熱水 我的電腦都弄壞它 即是你不敢定這標準 但他真的可以這樣做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 舉一個例子 就像我們經常講的 中美之間 特朗普的時期 就是第一家庭貿易協議 其實第一家庭貿易協議裡面 其實明確講到 中方如果沒有按照執行的話 美方可以單獨執行 單方面可以制裁 美方自己不制裁 其實他本身這件事 我認為是給了中共一個信號 反正你有規定也不制裁 其實我就是 我就發爛窄 我就可以完全做這件事 其實我認為這些是美國方面 其實是有這樣的責任的 這件事你覺得不錯 我先解釋一下問題 為何很多人都對特朗普的中美貿易戰 是比較多的非議 很多人是非議 包括拜登政府 都是非議 但我從一個純經濟學的角度講 不要政治立場 說特朗普的做法 是比較有效的 他是先徵關稅 因為我假設你沒有執行 先徵關稅 如果你執行了 便是協議 我先把關稅加下來 我先罰你錢 如果你現在執行了 我就不罰你錢 甚至可能以後退回線給你 這個方法就是 學習中國對付老百姓的方式 我不是不支持你 我支持這些產業 就是我不罰你錢 不交稅 不交稅就算支持 不是貼稅給你 所以特朗普的做法 雖然有很多非議 但從經濟角度來說 他比較 廣東話說 比較考慮 比較周詳 操作性比較強 做不到 就罰你很難罰 但我先扣著這筆錢 其實這些關稅 你不會以為是用了 其實嚴格說的 是扣著 如果你中國執行了這個關稅 買夠這麼多東西 做這麼多東西 嚴格說的東西可以運回 我做夠了 做夠這日開始 或者之前幾時開始 我不是把關稅拿回來 他可以申請這件事 因為我做夠 你不是說今天做夠 立刻你有關稅 立刻有時間差 那之前的 是否打回接給我 或者支持我的產業 這件事可以說 現在問題是 沒有任何的條件 現在就是 2024年退市 其實這件事就是 你可不可以先要這些公司 先交筆巨額的保證金 如果你過不了審計的話 你可以走 但不把錢給我 如果你可以的 我還要付錢給你 並非利息給你 你這樣才是操作方式 你要壓住人家的錢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拿手 要有牌子才行 你還要花人物力去香港 現在機票這麼貴 飛過去 這些費用 應該由中方付 是對的 完全是 還有預安排排機 上面有幾個華為的監視器 和可行威士 幫你的酒店 每一個監視器 每一個杯下面都有監視器 把你的屎屎屌屌屌屌屌 採取你的DNA 我們剛才講了兩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芯片的限制問題 今天看到一個消息 包括了美國的兩家晶片公司 一個就是輝達 另一個就是AMD 在中國大陸也叫做英偉達 這兩家公司 確認收到美方 美國官員方面 要他們停止有幾款頂級芯片 這個厲害了 不可以賣到中國企業裡 因為他們對AI是有關係的 我們結合了 在8月12日的時候 其實美國都出了一個新規定 這裏也以國安為由 對半導體和煙氣渦輪的引擎 進行了限制 這幾件事的出台 其實都對中國大陸 獲得頂尊的芯片 芯片技術 都有一定的打擊 但是呢 我很懷疑 說到說來說去 到了今時今日 突然間才看到 有些限制出來 之前我們說的商務部 有很多這些黑名單 進來的 到了今時今日 黃先生之前說到 什麼AI 電腦識別也好 很多這些高科技 其實都是跟美國公司有關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才會發出 之前為什麼不派 為什麼不去限制 其實很奇怪 黃先生 之前是有限制 叫做出口黑名單 名字的實體清單 平常我們 名字比較好聽 不太色彩 但是平常我們說的黑名單 你出口這些黑名單公司 就要向美國商務部 順臨審批 早兩期節目講過 2020年就是審批 通過了辦的92 上年就辦的8月8 如果是90 如果不可以 就再審批一次 換個名字 但是我們說 黑名單公司 黑名單公司 包括新疆這些公司 軍隊 解放軍 解放軍總效勤部 航天技術公司 這些向美國進口 兩個發動機引擎的技術 美國商務部 批准 你買兩個不行 你買100個的話 我批准88個給你 差不多 其實就 不能夠認同虛似 但是可能是 篩一些很敏感的 你不准買F35 F18可以買 F23可以買 大佬一樣 可能是落後一點 這種情況 我也很懷疑 你剛剛說得對 另外問題 先看回美國出口這些 芯片和科技有關 技術領域方面 大概有1400元左右 美金 很大 很大 一年 而且看到美國相關的 行業業會 也好 以及我們協助了 參議院 國會議員也好 包括那些公司也好 他們都認為 應該需要這些資金 因為我們最大買家 這些都是中國 只有一個 如果我不賣給他 這些技術生產出來 應用就沒有這麼廣泛 因為雪紙金 繼續發展 美國你給我多少錢 你說5200億 你再分幾年給 別人一年 增加一萬元 就收你一千幾兩千億 所以這件事就是 這個是 我們看回的管制 就是商業利益 所以看回8月12日 這個四大領域 除了42個合作國家以外 美國出口管制 包括我們所說的 氧化家 鑽石等 用於加強軍事裝備的出口 禁止半導體 從驗證到日鏈電板 用到的 EDA 我再說一下 這是很重要的軟件 另外來說 可以用於軍事技術方面 一些芯片 晶片 軟件 全部都不給出口 好了 他不是說 他要記住這句詞 所以為何 每次看這些文件 經常都覺得很開心 蕭炮掌和佛國蕭索 他用詞的限制 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 不表示不給 他不是出口 他不是禁止 沒錯 你說對了 如果禁止的話 就完全沒有了 即是你現在去買槍 你只要拿牌 禁止 拿正牌 調查完之後 你也開買槍 管制 不是表示禁止 但是大炮禁止 美國買大炮禁止的話 你不要自己在街邊買高射炮禁止 你不要自己在街邊買高射炮禁止 美國不是炭黑可以的 可能是飛機可以的 所以管制 所以你看到管制這個詞 其實很絕 意思是意味著 剛才我們說的 這堆事件 可能今天88 可能看不到 這段時間查得緊 80 80% 所以 當然看下去 很開心 美國商務部和工業安全部 宣佈四大法部 開發三厘米以下的EDA軟件禁令 是比較受關注的 大家明白一件事 三大EDA軟件 即專門製造芯片設計的軟件 美國佔了七成七 80度左右 如果沒有辦法 中國沒有用EDA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製造比較高端的芯片 即我們說的高端部分 目前來說 根據中國自己的說法 中國自己承認 中國現在有兩千多間IC設計 即接近IC設計 這些設計企業 中國特別厲害 但是它不少生產的設計 有錢補條 對 沒錯 這部分來說 可能會倒一半 或者成為 一半以上 可能會倒閉或成垃圾 即兩千家 倒一半 另外來說 美國的新一波技術管制 可能會限制一些 可勝受高溫的 第四代半導體材料 氧化家 以及金剛石 糧行半導體 這些半導體 記住一件事 限制 即是找商務部批准 怎樣批准呢 就是Lobby 反正有這麼高的批准 落了88%自己考慮 另外來說 美國商務部和安全局副局長 表示半導體發展很快 現在來說 認為商業用途和軍事用途之間 的界線很模糊 可高級商用 就可以軍事用力 所以限制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他現在是知道這些 他當然知道 他如果不知道 他不能做這個高官 即是之前88%出口 是可以用到軍事 他清楚 他不是不懂 他才拿命 現在來說 現在的影響比較大 即是我們看看這些公司 和我們的關係 包括C4 包括我們所說的 英偉達 英偉達 英偉達其實是台灣人開的企業 另外包括新C4技 西門子 這些做軟件公司 或我們所說的 全球佔比率是870% 現在美國說 並未明確指高階的設計 芯片的軟件 就不允許中國用 但是這個限制 不是完全不允許 所以又是有空間運作下的 目前我們看回這個問題 包括英偉達 英偉達 這幾天的估計表現很明顯 英偉達說 他和AMD兩家 這是很明顯的 出口許可證要求 是暫停的 記住 不用緊張 你記住 暫停旗下AI芯片 對中國發貨 以避免淪為軍事用途 現在這個股價跌得很厲害 英偉達大概不見識的產值 英偉達表示 接到這個命令 現在是暫停的 要申請出口許可證 到時 不覺不覺這件事冷卻之後 可能它又會 出回了 出回部分 也不會全部 英偉達 英偉達跌了86.6 這件事影響它旗下的A100芯片 以及H100芯片 這兩件事可以加速AI 進行高速運算 這個叫新出口管制 英偉達的AMD AMD跌了22 它是旗下的 AMI250人工芯片 出口中國 你記住這件事 它的芯片不可以出口中國 但它的成品 我不清楚 半成品 我不可以的 所以你記住這件事 所以我們慢慢開始 聯絡美國運作方法 就是出口許可證要求 暫停出口 意思是先停下來 先不要搞太多事情 等到出口許可證 就可以再談 這件事我們等一下 可以跟蹤一下 我猜有部份 可能都很難記住 那兩個號碼 A100和H18 多數都會輸入陳大海 因為一批的話 他們就不會再說 好了 中國商務部 肯定有大意見 就認為違背公平競爭原則 違反國際經貿規定 這樣說 有很多理由 這件事就是又在討論 我覺得這次會討論 比較難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新疆法例通過了 可能會有些人缺團體 以及一些比較激進的 路比奧參議員 可能會壓著這個 反人類罪 要求商務部 嚴格執行出口許可證 關鍵是什麼 就是 為什麼說這兩家公司 這幾種芯片要限制 是因為前段時間 中共先出了一個高音速武器 就是因為用了這些芯片 而美國方面 他自己說 我們未達到這個技術 他現在限制了它 美國說 我現在超越它 那就繼續出口 不知道是不是 英偉達 這個 Inmedia 以及AMD 它兩個芯片用了什麼 在中國 現在我看了一個報告 老套社博 很多鳥霸 大家關注一下 它 他說這兩家公司 芯片用了什麼 專門是圖像識別 以及自然語音處理 我們說的圖像識別 就是人臉識別監控 加上便是辨認聲音 即是說我可以監控 例如我監控全美國所有通話 可以通過這些高階芯片 加上這些設備 就可以挑到石頭骨的聲音出來 可以在幾十億個全球通話中 就抽出你這個聲音出來就可以 當然你拿到很大的數據庫 即是你拿到這些數據庫 這件事 如果是加上現在我們正在用的華為設備 大家記住 美國還是有華為設備 加上這些AMD 以及英偉達的芯片 就可以進行的圖像識別 如果是它要搜索美國的敏感對話 那它完全可以沒有問題 所以 我是值得很關注這個話題 另外這些公司 尤其是半導體公司 跟我們港灣區的公司 都是比較密切相關的 很多這些公司都是關聯的 所以對加州影響都很大 其實事實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會說這三個話題 其實對經濟方面也有一定的影響 所以才拿出來跟大家說 有時間關注 今天我只能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我們再談 多謝王先生 多謝各位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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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